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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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及人类历史的法治耻辱史 对此负有责任的人都是人类的败类 是渣子 包括法官 葫芦赞同程海律师的说法 这是一个耻辱的判决 同时 葫芦担心王全璋律师的身体状况 可能已经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了 最后 葫芦与您说说欧盟代表团访问新疆的事 一个欧盟代表团罕见的获得了访问新疆的机会 于1月11至13日 对新疆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访问 搜集到有关新疆人权状况的信息 据法新社报道 一个由三人组成的欧盟小组 在中国中央政府和省政府的同意和协助下 访问了新疆乌鲁木齐和喀什两世 这是新疆在教育营引发争议以来 中国政府首次同意国际机构访问新疆 在访问期间 这些官员在监督下进入清真寺 一所伊斯兰教学机构和一个有争议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中心等地 批评人士指责此类职业教育和培训中心 旨在大规模关押新疆穆斯林 并对他们进行强制性的政治教育 但中国政府表示 这些机构是在帮助被极端主义吸引的人们 远离恐怖主义 并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 法新社援引欧盟官员的话说 访问新疆的官员 感到中国当局精心策划了这次访问 试图给他们留下一个好印象 比如他们参观的一所学校尤其一星 监控摄像头看起来已被拆除 与他们交谈之人所说的话 给人的感觉也是照着稿子说的 这位欧盟官员说 尽管这些参观地点都是中国当局精心挑选的 以支持中国的官方说法 但此次访问提供了有益的见解 补充了其他信息来源 这些消息来源中 有许多提供了令人幸福的相互一致的证据 证明新疆存在重大的系统性的侵犯人权行为 葫芦对此消息感到欣慰 中国政府的表演又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表演终究会被人看出破绽 这就是预盖弥彰 国际社会应该继续对中共施加压力 迫使中共尽快拆毁 在教育集中营 好了 今天葫芦就与您聊到这里 明天见 Meta 颇 好 咱 好 吧 好